跟他的協調性是有一些問題 讓投手教練必須要找得出來 這個球高起來 張建民打到的是在右外野方向 HOPERON 這個球像是變了新的女朋友 歡迎不來了 火哥的棒子也噴火了 他也連續兩場比賽打全雷打 好險喔 對 這個是為明星賽的全雷打大賽暖身嗎 他好像沒有入選參加 不過真的太厲害了 這些平常不是很常打全雷打的選手 這邊也不讓葉竹萱專門贏於錢 而且這次全雷打沒有戒風的一個力量 完全是靠實力打出來的一個偏高的一個直球 打到就知道距離是夠的 我飛得還蠻遠